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走上全志愿役 而且我们一天到晚听到的都是部队在喊 部队没有人 没有人要来当兵 那为什么还要成立新的新训旅 那其实这跟国军的这个兵役制度改革 有非常大的关联 也就是这个新训 新兵训练呢除了训练这个志愿役新兵之外 还有大量的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那另外还有就是现在的后备动员赵招 也都会慢慢的往这个所谓的新训旅来这个送 也就是说让这些后备动员来的这个后备军人 也要能够往这个新训单位这个地方来送 让他们培养最基本的这个服役的技能 那当然这是一个国军的兵役制度改革 我不是要唱虽 但是这个其实 为什么要成立两个新的 这个所谓的新训旅 其实有个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现在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是大量的在塞车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接训能量 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社会的等待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赶快成立两个新的新训旅 那因为新训旅还要再接这个所谓的教招兵 所以对他们来讲 大量的教招等于是消耗掉了 这个所谓的新兵训练的能量 所以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很多艺难 很多这个在要到国外留学 或者是刚毕业的这些年轻的这些 这个社会新鲜人 他们都会有这个兵役上的困扰 这四个月没当完他就是很难找工作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等待就会是个问题 所以国防部也在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势 成立了两支的这个新训旅 那这个我今天想要谈的主题 其实不是只有新兵训练 我今天真的想要谈的主题是 四个月到底能搞什么 那其实我相信这个对很多军事记者 或者是了解军中的人 或者是基层的军事干部来讲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其实是困扰 我为什么会直接用困扰两个字 因为在四个月军事训练役刚开始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部队的官兵 有人就是脸色就很沉 那我就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有 因为下个月要接军事训练役的艺难 他觉得很烦 我说为什么烦 他说因为这些人很爱打申诉 很难管 不能操 然后又很会找麻烦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照顾这群人很累 那可是这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这个过去的马英九总统 在改革成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时候 他说这就是义务役 就是过去我们大家讲的义务役 也就是不愿意的这些兵 那只是他现在改造军事训练役 只要四个月 我们的役期从最早两年 到一年十个月 到一年六个月 到一年四个月 一年两个月 到一年 到现在只剩下四个月 那到底这四个月能做什么 其实从两年到改到一年的时候 大家骂翻了 老一辈的人都讲说 一年能做什么 一年下部队根本没办法 做到什么事情就走了 但至少他还能下部队做事 那现在四个月 根本不下部队 那四个月 他们到底要干嘛 那我最近跑过几次 这几年了 跑过几次这个 所谓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 这个营区 去看一下他们的训练状态 其实我不得不说 我真的觉得官兵花了大量的时间 就是干部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照顾这群新兵 他不是训练 他是照顾 我觉得他 有点像夏令营的加强版 但是加的又没有很强 那我这样说有点不公平 也有点过分 我曾经在某一个新训中心 看到就是 部队集合每个人松松散散的 站也没有站好 就以前我想 我至少我当兵 我对于新兵训练的印象就是 你手没有贴紧 你姿势不对 你驮背弯腰 你可能随时都会被念 你两个人走在路上 即使是休息时间 没有并肩走 也一定会被 会被念到 靠北到爆炸 但是 现在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根本没有人会去在意 集合以外的时间 他们在干嘛 甚至是要走上舞台 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就是 很像一般的学生 在集合的样子 那 我不是说 我不是一个仪式主义者 我也不是一个 觉得说军人就应该要 永远 永远雄壮威武 在外人面前的这种样子 但是我说真的 在养成一个军人 新训的必经过程当中 是不是应该稍微要强力一些 那我们对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期待是什么 如果部队的干部不敢去训练 或者是不想强力的去训练这四个月的兵 那这四个月的人进来到底 所为何来 他们如果是我们的战力的一环的话 那四个月的兵是不是真的也应该要好好训练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在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我除了看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之外 干部门最常跟我说的就是 他们很爱打1985 他们很爱打申诉 然后申诉的事情就是 从早期就是水不够热啊 或水太热啊 这种都可以拿来申诉 还有就申诉这个所谓的 吃得不够好 还有就是衣服很破 衣服有味道之类的 还有人 我其实我接过一个申诉 那不是打广 不是打给我 告诉我说 我的儿子在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时候 因为他睡觉的位置离冷气很远 那因为他很胖 所以可不可以叫班长 让他去睡在冷气口下方 我其实觉得 我接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其实当时 我没有 我不想做任何的处理 然后他讲说班长拒绝了他这样的要求 然后他就很生气 然后我就完全不想碰 因为我觉得这个 很难公平 很难完完全全公平 也很难完完全全 按照个人量身打造 你就是去当兵 那有些苦 还是要吃 我想现在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不用再去跟 两年期的 那个义务义 或者是说早年的 这个行兵训练 来做比较 我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形态不一样 期待不同 但四个月 即使你不要求他折棉被 即使你不要求他折纹杖 难道不应该在 这个所谓 他需要在军人的 这个本质上面应该有的认识跟了解 要有强力的训练吗 我认为还是要 那 四个月军事训练 现在分成两个阶段 就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跟三个月的专长训 那这三个月的专长训 他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抽签 一样会有外导签 但是很少 那一样会抽到这个所谓的通信 化学 或是什么等等的各种专长 然后在整批的人 在这一批整批的人 到某一个单 可能在新训中心继续训 后面三个月 或者是到通讯学校 或是到什么化冰学校 等等其他地方去 做第二阶段的专长训 那他们除了做训练之外 他们 就我所了解是 根本不用战绍 然后部队也根本不敢用这些人 去出太多的公差 但是这一群人到底来了 什么事情都 基本的都不能做 那到底来要干嘛 我认为是浪费国家粮食 也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觉得如果真的四个月的兵 你要让 如果说你不愿意去 政治人物有选票考量 不可能把一起拉长的话 那这四个月的兵 他有没有办法发挥实际的功能 我认为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吧 那四个月不能做的事情 这么多的情况下 还能折抵意期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点 本末导致的 但是他们还能折抵一个礼拜 还是折抵多久 就每个人能够折抵的天数 又不太相同 那我跟一位 新训的这个长官 被这个 钻事管理的这个高层 聊天的时候 他真的是非常头痛的告诉我 他说其实四个月 跟志愿义勋兵比起来 四个月真的是麻烦很多 而且四个月 你进来当兵的四个月 就是中华民国的军人 所以他享有的待遇 除了薪水之外 他享有的待遇 跟所有的军人都一样 那你就会发现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事 就是这群人 他们拥有各种请假的 手段跟能力 那他们能够请什么 他们能请婚假 那我们的国军 请婚假的天数是14天 你知道吗 我们的新兵 我们的四个月 军事训练医的义男 他们就很 有一小小的比例 有一群人 会刻意用请婚假 来少掉14天的义期 四个月 扣掉一个礼拜的 义期折底 剩三个月又三个星期 再扣掉两个礼拜的婚假 而且是还要把假日 扣除 等于他可以休逐14天 他等于基本上 他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直接折掉 所以就你就会发现 真的有人不怕 有人就直接搞什么 就是 现在同婚又合法 他就跟隔壁这一个人 同一个人去结婚 登记结婚 两个人都请14天 这四个月 军事训练义男 会做的事 有人这样做过 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这样做 那我听到的时候 我整个傻眼 我说为什么 他们可以请14天的婚假 而不是用比较 低的标准来做 他们就想说 因为他们就是军人 所以他可以享有 跟军人一样的待遇 我想 这个不是一个 他就是四个月 那我们这个比例 比例这样算起来的话 这对吗 我心里面是有这样的疑惑 那当然高层可能会有很多 为了公平 为了要一视同仁的想法 他必须要这么做 那可是 我说真的 那这群人 来这四个月军事训练义 等于是又少人家 将近一个月 剩三个月 两个月 他学到的东西 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未来我们要大量的动员 后背战士 那这群人再回来被叫招 他底子就跟人家不一样 那 我们要怎么去相信 他能够成为有用的后背战力 如果国家真的有需要 上战场的每一个人 不是都要能够发挥作用吗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怪异的现象 那因为怪成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真的还要 让四个月军事训练 一这样玩下去 那 他们进来 如果又什么都不能做 又可以大量请假 那我就讲说过2020年下半年 最后一梯 12月叫招的这个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 这一批兵来讲 我用这一梯来举例好了 这一梯的官兵 他们有元旦跨年的假期 比人家多 比其他梯要多 他们有农历过年 又扣掉八天 然后他们还有228年假 再扣掉三天 如果这群人真的在赶一点 他还请个婚假 请个什么有的没有的假 这群人在部队的时间 在做什么 那而且我觉得 现在新训旅有一个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的现象 就是 他们会用大量的时间 让官兵去招募 然后就是要灌输这群人 你们赶快签 签四年的志愿役 我认为宣传志愿役 部队当然要尽力去做 但是宣传这四个月的 军事训练役 我必须要说 你让他们 等于是一进来就 一个礼拜调试教育 每天都可以在各个 就是各个单位来招募 有用吗 那好 国军为了要让 吸引大家的这个 注意跟目光 新训还会安排参访 就是说 你想要去参观 两腰炮 你想要去参观 五八六 你想要参观五四两 你想要签志愿一的 回家到那附近 我让你去参观 参观完之后 我再放你一天假 你回家可以跟爸妈来商量 然后很多人就说 好我想听听看 我就去 然后我可以放假回家 回来之后我不签 我会觉得这个 你们等于是变相 鼓励大家去骗假 那我觉得如果说 你一直要让大家 用放假的方式 然后就希望能够 骗一个是一个 我说真的 你把人家弄进来了 然后他如果真的 对当兵没有兴趣 那是彼此的一种消耗 那跟彼此的生命浪费 也会制造部队 管理基层干部的管理困扰 那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还是要 维持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让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人 至少能战绍 至少能做事 至少能够做基本的事 那不管他在什么样情况下 你要要求还是该要求 我觉得不必 我说真的 我觉得训练安全很重要 那不让他们受伤很重要 我觉得这些是干部 应该有的体认 但是如果说 把这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当成这个 不能操练的一群人 来这边照顾 那我真的觉得 这失去了义务役的意义 也失去了四个月 军事训练役的意义 那当然这四个月 军事训练役的很多怪现象 我觉得要想办法根除 不然我觉得 那到最后我们的 这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它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的作用 这是今天的执行官报道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想交流的话 可以上 好好听FM的这个官方平台 或者是到钢铁军事小组的 这个脸书粉丝团 分享给我 让我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